確診人數每天都在創新高 光靠衛生單位採檢 已經趕不上病毒傳播速度 指揮中心開放全台621家社區診所 發放公費快篩試劑 如果民眾懷疑自己有接觸感染 可能或感覺有症狀 就可以到特定診所掛號 有醫師評估後領取快篩劑 未來指揮中心更規劃 以快篩取代大規模狂烈居隔 凡是被列為高風險區域 更會主動發放公費快篩劑 未來一到兩天內就會完成評估 公布高風險區域 地方政府申請公費使用 至於民眾自己想買快篩劑 政府也會以徵用方式大量生產 將快篩劑價格 由現行的三百元 最低渴望降到一百元 家用快篩將取代PCR 成為檢測第一線 目前國產快篩試劑廠商有五家 全台快篩庫存目前約一百到兩百萬劑 本土廠商泰博 中國月產能三百到五百萬劑 保齡副錦則預估有三百萬劑 因應疫情變化 輕症居家照護的各項規則 正在研議中 口服藥會是居家治療的重點 口服藥份量預估是抓全國人口的 百分之二到四 約九十萬劑 目前輝瑞和墨沙東口服藥總採購量為二點五萬人份 而輝瑞口服藥將增購十萬人份以上 瑞德西維針劑則有八點二萬人份 防疫進入下半場 在社區和加護內的抗疫之戰正要開打 進行網站最終很明顯才能夠到 中文字幕——YK